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天上的国度权柄更加的紧密 在神的手下必定有待命去办事的天使或差异 有位罗马君官也是一个异教徒 因为家中的仆人病了 就亲自来找耶稣 求他一日家中的仆人 我们从他和耶稣的对话 就知道他是一个有信心的人 在天国里也必有一席之地 耶稣对白夫长的信心感到很惊讶 因为耶稣在以色列人当中 找不到一个像白夫长那样有信心的人 所以耶稣最后就照着白夫长所说的 不必去到白夫长的家里按手 只是说 你回去吧 照你的信心成全你 就这样医治了拿普人 信心不在乎一个人的社会地位 宗教和文化的背景 关键是 他能以信心回应耶稣 你也要以信心回应神 对神的能力全并 不要质疑 愿你也关心家人身心灵的健康 我们一起祷告 亲爱的天父 感谢你赐给我们健康 你是慈悲怜悯的神 求你怜悯教会中软弱的肢体 生病的弟兄姐妹 让他们能有肝强的信心 早日得医治 我们也为自己的小心祷告 愿你加强我们的信心 像白夫长那样 不疑惑你的能力和信实 直到当我们向你祷告之后 必要看见你大人的手 施行拯救和医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